长新冠症状 多在一年内消失 1月12日公布的一份以色列大规模研究显示 最初感染症状轻微的COVID-19患者出现所谓的长新冠症状 大多数会在一年内完全消失 这项研究发现被视为令人安心 法新社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估算模型 欧洲至少有1700万人在2020-2021年间初次感染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 并康复后 在数个月内仍受长新冠 Long COVID 症状所苦 但有关长新冠的许多资讯依然不清楚 其中包括会持续多久时间 这篇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BMJ的论文中 以色列研究人员分析了2020年3月至2021年10月期间 在以色列接受COVID-19检测 来自各年龄层的近200万人医疗记录 其中有近30万人染疫轻症 换句话说 这份研究涵盖Delta等较早期的病毒变异株 而不包括较近期发现的Omicron 研究人员帕叔以色列健康服务机构 马加比医疗保健服务 Vacabi Healthcare Services 提供的病例 从中研究70多种被视为与长新冠有关的不同症状 他们排除染疫住院等较中症的患者 因为先前已有研究结果显示 这类患者有较高几率出现长新冠的情况 对于轻症者来说 研究发现几种情况的风险显著增加 包括失去嗅觉和味觉 呼吸困难 虚弱 心悸 电球菌性咽咽 头晕即俗称 脑雾的专注力与记忆力受损 但这些症状大多会在12个月内完全消失 这篇研究的作者之一 以色列KI研究所 KI Research Institute 研究人员弊瓦斯 班尼塔 Madell Bevis Bonita 补充说 有少数人染疫一年后 仍有呼吸短促或体力虚弱等问题 研究还发现 患者若接种过疫苗 比起没接种患者出现呼吸困难的几率较低 呼吸困难是最常见的长新冠症状 此外 儿童染疫后出现健康问题的情况比成人少 且大多数都在一年内康复 为参与研究的小儿科医师 继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Tins College London 学者阿布绍德 Michael Absoud 称这些研究结果令人安心 因为证实了绝大多数有常新冠症状的孩童 康复情况非常好 研究首席作者米兹拉西 布拉克威斯拉伊 表示 他希望这份研究可帮助医师 在尝试判断病患症状是否与COVID-19有关时 面临的不确定性能降低 健康生活编辑部